我們來看一下老師這個手邊Fly的部分 那您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就是我們這個Fly 它基本上必須要跟Arduino在一起 所以你會看到它事實上是兩個板子 是兩個板子 那我手邊這一塊在這邊給您看一下 這樣放大 有沒有 這裡是兩塊板子 兩塊板子把它接在上面 大概就是根據這樣上來的 那您看到之後呢 首先第一個 左上角這邊 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AP跟STA AP就是我們正常使用的狀態 STA就是老師第一次初始化的時候需要做的 初始化的時候需要做的 也就是說我這邊我要怎麼樣透過我的無線網路出去 那裡面的設備名稱的ID跟密碼 所以你必須第一次切到STA去做基礎設定完了 正常使用的時候切掉電源我們把它搬過來 再怎麼樣透過它連到我們的網際網路上 所以正常使用都是切在這個叫做AP狀態 這個AP狀態 左手邊這個 這是第一個老師可以稍微看到 那下面這裡呢 還有一個reset的按鈕 下面這個 這裡還有一個reset的按鈕 這裡有一個reset的按鈕 這個是單純的把它做一個重設的開關而已 那麼大致上主要是老師會看到這一塊 看到這一塊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好這組裝的 原則上如果老師有需要的話再拆啦 不然大部分我接上去就不會拆下來 好 那麼這個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您在做所謂的初始化的時候 您可以把那個 您的設備翻過來 它應該下面 我看一下這樣 可能看不到 老師的 你們的那個有貼在上面嗎 有齁 對對對 它就是剛好躲在裡面 這樣 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 這樣老師有看到那個嗎 哈哈哈哈 欸我 老師你的好像有貼在上面對不對 OKOK 對對對 因為平常板子的是在後面啊 但是老師手上拿到那個板 應該上面這邊就有 對不對 有一個ID 可是其實還有一個號碼沒有貼出來 那個號碼就是我們上面這一個 這一個 也就是老師您現在手邊看到的這個啊 是叫做 叫做我們的Device ID 平常我們主要就是用這一個 主要是用這一個 那您如果切換到STA的時候 也就表示我要做初始化設定 那它本身呢 就好像我們一個無線分享器一樣 它會有一個名稱 你找到這個 要把它連進去裡面去做設定 連進去設定 那所以說 你如果打開你的那個無線設備 無線網路的時候 你就會找到 你上面這個名稱 就可以連進去裡面 那連進去呢 我們標準的是192.168.4.1 就Webduno的那個產品系列 它都是用這個 當作是它的那個 連線進去的那個網路IP 那連進去之後 您就會看到在這個地方 這個跟這個 這就是最主要的 也就是說 這裡你去設定 比如說我們現在 教室的那個 無線AP的名稱是什麼 你就打在這邊 密碼是多少 那下次呢 你把它切換到AP模式的時候 它就依據你這邊 所指定的 連到外面去 好連到外面去 所以當然 如果你這邊 無線AP沒開 您就會發現 我們這裡有一個燈 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燈 它就一直在閃 表示還沒有連線成功 有連線成功的話 它這個燈會熄滅 會熄滅 所以這個是最主要 比較 剛開始老師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會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OK 那初始化的設定呢 其實 網路上 都有教學影片跟網頁 WebDUNO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它在網路上的這個教學 是相對來說 跟其他頁 這個頁面比起來是 比較清楚的 那整體的那個 教學的部分 明年可以直接連到官方網站 直接來看 比如說你要 針對smart的 針對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初始化設定的 在這邊 這裡就有 Fly的初始化設定的教學 那最近 它那個教學的頁面 會做更新 因為這部分 已經有 大概兩年 三年左右了 所以 它現在會再更新 成另外一個 比較符合 就是我們 RWD 就是自適應的 雖然頁面沒有這個 這麼漂亮 可是好處是 你不管用哪一個裝置看 都可以看 所以 這個是 Webdino另外一個優點 好 那麼看過了這幾個之後 待會呢 我們就要來看 因為硬體已經解決了 接下來就要從軟體的部分 來著手 這樣子 我們先來看 看 我們先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